好來看到是到底為什麼陳重可以從這疫情指揮官來被提名參選台北市長 我們根據的這個是作家楊趙分析 有說他一共是經歷三大的階段 而且堪稱是起死回生 怎麼說來看到是D專事之前呢 在前年時候2020年堪稱是他最輝煌的時期 當時呢疫情剛剛爆發 而對比是前年少時期時期呢 他是更加深的能夠來穩定民心的 並且站上第一線之後呢 帶領大家度過郵輪風暴 瞬間成為群民大英雄都自帶光環 不過呢來看到是到了去年是疫情呢大爆發 同時有著是這個3加1居格爭議之外 就是疫苗有點短缺 跟這個國產疫苗的政策有問題等等 導致他人是瞬間跌到谷底了 甚至被要求下台 但是他都有挺住 那再次到今年的時候 今晚是有快篩的之亂 但是呢堪稱是迎來了二次的救贖 因為呢這個疫情的輕震成為趨勢之後呢 國際上已經不再是要清零是跟病毒共存的 我們跟中國也走出不同路線 而且這路線是對的 所以讓他是迎來二次的救贖 所以他認為這就是 氣台下站久之後呢 終究會輪到你以及整個對民進黨來說呢 是隱回了大多數選舉跟政治的效應了 所以他認為這是對他來講是起死回生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拓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bits lings